为什么中年男人特别容易出轨 都说男人三十二历 四十不惑 年轻男人多为事业奔波 为恋爱忙碌 而且现在又不是封建社会 大多男女都是自由恋爱 也就无所谓什么出轨 而五十岁以上的男人 无论从身体和精力上 都没有兴致再去出轨了 恰恰只有这个中间段的男人 才是出轨的大军 这个年龄段的男人 夫妻在一起生活了一二十年了 大多没有什么激情 如果夫妻二人再不注意培养感情 那么夫妻感情早已经麻木不堪 都说男人四十一枝花 女人四十都复杂 四十岁的男人 大多精力充沛 事业稳定 生理和心理都比较成熟 家庭生活对他们都已无兴致可言 眼看着马上就步入老年了 男人也要抓住青春的尾巴 再疯狂一把 更重要的是 四十岁的男人 是男人一生中的黄金时期 他们精力旺盛 事业有成 春风得意 手里又有几个钱 自己内心又不扶苏 不扶老 对于他们来说 事事都如意 如果说让他们感到遗憾的 可能就是家庭 十多年的夫妻生活 早已把夫妻二人打磨成左手和右手的关系 可能剩下的只有夫妻生活 长久的默契和那份难以割舍的亲情 感情上的麻木 工作上的压力 夫妻平时再不注意感情的培养 这时候就男人 就很容易发生婚外情 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最容易被骗 用女人的观点来讲 四十岁的男人 是最有钱 有地位 而且四十岁的男人 也是最有魅力的时候 退去了年少的莽撞 但是又不像一些老男人那样腐朽 四十岁的男人不显老 又有着夯实的经济基础 这个时候意志不坚定 或贪图享乐的年轻女孩 自然会被俘获 其实四十岁男人容易出轨 最根本原因是 夫妻关系的平淡乏味 再加上男人喜新厌旧的本性 有些男人不懂得控制欲望 看见年轻女孩就心动 他们会觉得和年轻女孩在一起 也会使自己变得年轻 女人愿意跟一个 有家庭的中年男子在一起 大都是因为男人的社会地位 与经济实力做基础的 并不是以感情为基础 他们为了贪恋地位权力与金钱 而出卖自己肉体 自然不能长久 但却给社会与家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男人有了外遇 生活将变得乱七八糟 你将在人前伪装 人后躲避 学会了说谎 人格丢在一边 感情存现危机 信用破产 为了一时激情 失去昭康之气 背负了社会的骂名 孩子还埋怨你 最终落得纵叛七里 七里子散 我需要评论的 纸帅 请不吝点赞